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百科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阻击中国制造 欧美的反倾销调查有多大的力量 中国何处可以倾诉 反倾销是政治还是经济行为 是否有违自由竞争原则 轻销 单品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生产商将商品以低于生产成本 或其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到外国市场的行为 轻销是一种国际价格歧视的形式 通常被视为不公平贸易行为 因为它可能会损害进口国本地产业的利益 轻销的主要特点包括价格低于本国市场 企业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售到外国市场 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有时候 轻销的价格甚至低于产品的生产成本 目的是为了在外国市场快速获取市场份额 消灭竞争对手 损害效应 长期轻销可能会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 导致该产业的公司倒闭或市场份额缩小 轻销的目的和影响 市场占领 通过低价销售 外国生产商希望迅速占领市场份额 排挤竞争对手 清理库存 有时生产过剩时 为了减少库存 生产商会选择以低价将产品销往国外市场 产业损害 轻销行为可能导致进口国的同类产业受损 工人失业和市场秩序混乱 为了应对轻销 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反轻销法规 当本国产业受到外国轻销行为的损害时 可以启动反轻销调查 如果调查确认存在轻销行为 且对本国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进口国政府可能会对轻销产品征收反轻销税 以提高其在本国市场的售价 从而保护本国产业 I 轻销的概念和特点 轻销当品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生产商将商品以低于生产成本 或其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 出售到外国市场的行为 轻销是一种国际价格歧视的形式 通常被视为不公平贸易行为 因为它可能会损害进口国本地产业的利益 轻销的主要特点包括 价格低于本国市场 企业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 销售到外国市场 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有时候 轻销的价格甚至低于产品的生产成本 目的是为了在外国市场 快速获取市场份额 消灭竞争对手 损害效应 长期轻销可能会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 导致该产业的公司倒闭或市场份额缩小 二 轻销的目的 企业进行轻销的主要目的有 市场占领 通过低价销售 外国生产商希望迅速占领市场份额 排挤竞争对手 清理库存 有时生产过剩时 为了减少库存 生产商会选择以低价将产品销往国外市场 三 轻销的影响 轻销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对进口国的影响 由于轻销产品的价格非常低 可能会导致进口国的同类产品无法与其竞争 甚至专门生产这类产品的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倒闭 同时 轻销也可能导致进口国内的工人失业和市场秩序混乱 对出口国的影响 轻销行为可能引起出口国的生产过剩和资源错配 降低出口国经济的整体效率 四 反轻销机制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不受轻销的损害 很多国家都定立了反轻销法 当他们认为本国产业已经或者可能会受到轻销的损害时 他们可以启动反轻销调查 如果调查确认存在轻销行为 且对本国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进口国政府可能会对轻销产品征收反轻销税 以提高其在本国市场的售价 从而保护本国产业 V 结论 总体来说 轻销是一种公司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 如占领市场、清理库存等而实行的一种策略 然而 长期的轻销行为可能会给进口国的相关产业带来伤害 甚至会导致该行业的公司倒闭或市场份额缩小 因此 许多国家都有反轻销法来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 这也提醒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时 不能仅仅考虑短期的利益 而应该从长期的角度进行考虑并遵守公正公平的商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历史上有个哪些反轻销的著名案例 历史上 有一些反轻销案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下为几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打火机反轻销案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案例中心的报道 中国的打火机制造业曾经经历过一场反轻销战争 这是中国首次对反轻销进行了联合应诉 并成功打赢了这场官司 在连续四次反轻销调查中 中国打火机工业都成功地进行了自卫 欧盟对中国光伏电池实施的反轻销税案 经规光伏电池企业该如何走出反轻销困境一文中提到 美国和欧盟是光伏产品最主要的两个市场 反轻销税的征收对中国的光伏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欧盟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实施的反轻销税 澳大利亚对华草干令反轻销案 在《澳大利亚反轻销法简介》一文中提到 澳大利亚法律对华草干令的反轻销调查 是引发澳大利亚修改反轻销法的一个著名案例 美国对中国、英国和印度油化黑染料的反轻销案 根据山东大学的一个案例分析 1992年4月 美国著名的化工企业Sandos 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 指控中国、英国和印度向美国轻销流化黑染料 最终 这一反轻销案以中国方彻底胜诉而结案 以上都是反轻销在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它们不仅反映了反轻销机制的运作流程 也揭示了面对反轻销投诉时 企业和国家应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的重要性 欧美之间有没有发生过轻销的纠纷? 在过去的历史中 欧美之间的确发生过不少因轻销引发的贸易纠纷 以下是两个事例 钢铁纠纷 欧美终结钢铝纠纷 一起针对中国的脏钢的报道中提及 白宫在一张情况说明单中说 美国和欧盟将一起限制那些脏钢进入我们的市场 并限制轻销钢铁的国家进入我们的市场 轻销给全球带来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一份声明证明 欧美之间曾因钢铁产业的轻销问题存在矛盾 但随后达成了一致 联合对抗来自第三国 特别是中国的脏钢问题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在中美贸易战一事中 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但欧盟作为重要的全球经济体 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美国对来自许多国家 包括欧洲的商品实行关税 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和反制 这些纠纷及其解决的方式 不仅仅反映了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策略和立场 也揭示了 倾销如何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关键议题 2023年10月4日 欧盟委员会简称欧委会发布通知 对原产于中国的新型电池电动汽车进口产品 启动反补贴调查 此次反补贴调查 由欧委会一直全主动发起 所涉及的被调查产品为新型电池电动汽车 系主要设计用于9人或9人以下 包括驾驶员的人员运输 且仅由一个或多个电动马达驱动的乘用车辆 摩托车则不包括在内 你估计效果如何 我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 但我可以通过分析提供一些可能的后果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新型电池电动汽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 可能会对中欧贸易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影响 如果欧盟最终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新型电池电动汽车 征收反补贴税 这将使中国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价格变得不具竞争性 可能会导致其在欧洲市场的销量降低 进而对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对欧洲消费者的影响 反补贴税可能会使中国新型电池电动汽车 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上升 这会影响欧洲消费者购买这些车型的能力和意愿 可能导致欧洲的电动汽车市场发展速度减缓 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 此次反补贴调查可能会加剧中欧之间的贸易紧张 然而 鉴于中欧贸易的重要性 双方都可能会采取谈判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纠纷 对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影响 欧洲是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重要部分 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税 可能会引发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重新洗牌 以上只是基于当前信息的推测 具体的结果还需要根据调查结果和相关政策来决定 反倾销调查的程序是怎样的 反倾销调查通常遵循以下步骤 申请 反倾销调查通常由有关部门或产业依据国家反倾销法律条款申请展开 申请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 倾销行为已经发生 并且对国内产业造成或威胁造成实质性损害 立案 反倾销部门收到申请后 会对申请进行审查 如果认定申请材料符合规定 并且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倾销和伤害的存在 那么部门将立案调查 调查 立案后的调查包括对倾销行为造成的损害 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查证 这通常包括对相关企业的问卷调查 以及必要时的企业现场调查 初步决定 在完成调查的初步阶段后 反倾销部门将发布一份初步决定 这份决定通常会决定是否实施临时措施如临时反倾销税 听证 在发布初步决定后 反倾销部门通常会通知所有相关方 包括申诉方 被调查企业 消费者和用户等 并给予他们提供更多信息或进行书面 口头陈述的机会 最终决定 在听证之后 反倾销部门会做出最终决定 包括是否存在倾销 是否存在实质性损害 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 那么将会对倾销产品实施反倾销税 实施和审核 在最终决定后 相关的反倾销措施将通过司法或行政程序实施 根据WTO的规定 这些措施不能长期存在 通常有效期为五年 到期后需要进行重新审查 确认是否需要继续实施 以上是一般的反倾销调查程序 但具体的程序可能会因各国的法律和实践而有所差异 什么机构 什么人如何进行反倾销的辩论与裁决 第二六V二 反倾销调查和裁决通常由一个国家的贸易管理部门或有关政府机构进行 具体机构的名称在不同国家会有所差异 如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UCC和美国商务部 欧盟的欧洲委员会贸易总司 中国的商务部等 这些机构的职员和法律顾问会进行调查 辩论并最终对案件进行裁决 他们会收集证据 比如倾销方的价格信息 销售量等数据 以及可能的损害状况 如本国产业的价格下跌 产量减少等 在初始的调查阶段 这些机构会根据已有的证据 做出初步的裁决 是否存在清销和损害 以及是否需要采取临时措施 在调查的后期阶段 机构通常会安排听证会 听取申请方 反对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消费者和行业代表的意见和论证 并在理解所有信息后 做出最终裁决 在裁决决定实施反清销措施后 相关机构还会负责监督和执行这些措施 并在需要时进行复审 整个过程中 每个国家对WTO反清销协议的具体执行方式 可能会有所差异 但大体上 反清销的决定是通过公正 公平和透明的过程做出的 一般反清销调查 结案需要多长时间 第二 反清销调查的周期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有所不同 但依据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规定 通常会如下 申请和立案阶段 这个阶段包括从申请提交到 反清销调查机构决定是否立案进行调查 这个阶段通常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 调查阶段 这个阶段包括对清销行为 损害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详细调查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 这个阶段一般应在12个月内完成 有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18个月 最终决定阶段 这个阶段包括了从调查完成到对反清销措施的最终决定 通常最终决定应在调查开始后的12至18个月内做出 实施和复审阶段 在此阶段已经确定的反清销措施将开始实施 并会在规定的时间如5年后进行复审 以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 实际的反清销调查期限可能会受到具体案件的复杂性 机构的工作量等因素的影响 希望这个回答能帮助你理解 反清销调查的一般程序和实现 反清销调查是否涉及国际政治 第二6V2 反清销调查在本质上是国际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而国际贸易政策往往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连 在一些情况下 反清销调查可能会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制定与执行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反清销政策时 可能会考虑到其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 比如 政府可能会对其主要政治盟友或敌对国家的商品 执行更严格或更松散的反清销政策 政治压力与利益交换 在反清销调查过程中 政府可能会受到与其有重要政治关系的国家的压力 这些国家可能会使用其政治影响力来影响调查结果 此外 反清销政策也可能被用作政治利益交换的筹码 国际贸易争端 反清销调查可能会引发或升级国际贸易争端 这些争端有时会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争端 影响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反清销调查可能会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 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反清销调查应该是公正 公平 并且透明的 主要依据的是经济数据和事实 而非政治考量 任何政治因素在反清销调查中的影响 都应该受到严格控制和限制 反清销调查是否破坏了市场经济 市场竞争 第二 6v2 反清销调查和反清销措施 游走在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市场竞争之间 合理并透明的反清销调查和措施 对于打击不公平的贸易实践 如清销 是必要的 因为清销可能会扭曲市场竞争 对接受清销产品的国家的国内产业造成伤害 然而 如果反清销调查和措施 用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与全球竞争的影响 而不是用来解决真正的清销问题 那么 它可能会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 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以下是反清销调查 可能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影响 增加市场不确定性 反清销调查和相应的措施 可能会造成市场不确定性 特别是对于进口商和消费者 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和投资决策 扭曲市场价格 反清销措施通常采取反清销税的形式 这会提高被控清销产品的进口成本 可能导致市场价格上涨 从而扭曲市场价格机制 阻碍国际贸易 过度的反清销措施可能会阻碍国际贸易 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副作用 保护不竞争的国内产业 如果反清销措施被用来保护无竞争力的国内产业 那么 它可能会阻碍经济的效率和增长 因此 公正 公平和透明的反清销调查和措施是必要的 以确保这些措施不会破坏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 同时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贸易实践的影响 反清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既涉及国际贸易的公平性 也关系到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清销行为可能会对进口国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并干扰市场竞争 因此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反清销法规 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 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 反清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过度的反清销调查和措施可能会增加市场不确定性 扭曲市场价格 阻碍国际贸易 甚至保护无竞争力的国内产业 因此 在实施反清销措施时 需要平衡保护本国产业和维护市场竞争的目标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反清销措施应该如何平衡 保护本国产业和维护市场竞争 你觉得反清销调查 对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有何影响 欢迎你提出你的见解和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